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傻了 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经过 独皮蹊径 它让民间工艺品华丽转身 各种紧密技术融会进来 融会贯通 产业加专业 老手里怎样探出新路子 保住工人是第一位的 这也是我们这个渣染工艺传承的一个根本途径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南通扎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焦宝林 扎染 古称缴鞋 使植物在染色时部分结扎起来 使之不能着色的一种染色方法 中国传统的手工染色技术之一 据史书记载 早在东晋 扎结防染的缴鞋酬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 唐代时 缴鞋的纺织品更为普遍 青壁 鞋衣群成为唐代时尚的基本饰鞋 清朝末期整个的经济都不行 内乱啊 经济的衰落啊 所以这个渣染的机翼应该说是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一度就是等于像断代眼的断了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地处江海平原的南通 开始率先恢复渣染生产 由此开始了南通渣染前所未有的产业化之路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 南通渣染兼容并蓄 把典型的地域风格渗透进渣染 这一精湛民间艺术之中 形成了南通渣染 繁土归真 多彩多姿 庄重典雅的艺术风格 作为南通渣染的拓荒者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焦宝林 在发掘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实现了渣染工艺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带领着南通渣染一步步走上了世界渣染的高地 南通 据江海之会 厄南北之侯 文化底蕴深厚 手工工艺历史悠久 1972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 许多日本商人来到南通 寻找用于制作合幅的渣染布料生产厂家 1979年 海安当地政府准备开发渣染项目 时任海安县商业局副局长的焦宝林 被选中 负责筹建渣染厂 当时清明书记找我 说你是难以学美学的 这个美学基础 客人到这边来也齐全来了 要有CG人员 你正好俘获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专业的科班背景 加上多年在领导岗位上的另练 让焦宝林成为了筹备海安渣染项目的第一人选 焦宝林愁愁满志 不过 他在走马上任的当天 就碰到了一个大难题 我傻了 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经过 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这是日本人提供了一个叫关东角的这个杂人样品 所以如果说你能把这个音质成功的话 就让你上这个项目 如果搞不成那就拜拜 有着深厚艺术功底的焦宝林 不仅没有被吓到 反而被样品上运化的红黄白三色深深吸引了 立刻和公司经理李慧芬一起 带领几名女工组成公关小组 一边翻阅文献资料 一边到乡下寻找年长的手工艺人 南墨正有个老太太家 他家里面有个年百多年轻的一件右裙 我看到上面有几个顶字鞋的花纹 当时不知道是什么 他们告诉我这是他祖上的一件决 扎人手工的这个邀请 根据他说的用顶针这句话 同几个羽工一起讨论 怎么做这个顶字怎么做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一个月的反复实验 终于摸索出了用顶针顶住多层洋仿面料 进行捆扎的方法 进入染色以后 被捆扎的这个地方是不伤色 形成了顶子的纹样 这种纹样就是顶线面构成的 这也是我们南增记忆的一大特色 这个花纹有一只 一只它有顶 顶四个顶子二十个顶子 三十个顶子还是五十个顶子 构成一个线 这个顶线构成就是一批一字 1979年12月 江苏省公贸部门 扎染工作会议上 海安凭借成功复制的关东脚样品 获准定点生产扎染产品 开启了海安扎染产业化生产的历史 仅用五年时间就占领了日本70%的扎染市场 经过14年的发展 海安扎染厂从无到有 由弱到强 培养了大批的扎染技术工人 到1993年 已经成长为资产达千万元的扎染骨干企业 由此 扎染这朵民间工艺之花 在江海平原这块肥沃的土壤上 深深地炸下了根 可就在这个时候 焦宝林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辞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在南通扎染快速发展的同时 焦宝林敏锐地意识到 完全依赖传统工艺的扎染产品 市场空间终究有限 为了能放开手脚进行创新尝试 1993年 焦宝林从海安扎染厂辞职 组建了自己的公司 他要寻找扎染记忆的新方向 不是一个仅仅适用 让它怎么样更具有欣赏性这方面去发展 从这个简单的单纯的单文样 我向一个综合性的文样去发展 同时更发挥它扎染的特有的 那个五彩班单用化经营效果 新产品迅速打开了市场 订单源源不断 扎染技术工人的队伍最高时 发展到四万人 但是好景不长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季 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 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合幅面料的需求大幅减少 国内的扎染行业进入了寒冬 这也就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大的震荡 订单减少了 我们就此计算 那也不是不可疑 但是我没有这样 机会还是在不经意间来到了 1997年 一位美国客商 带来了一件意大利市场上买来的面料 寻找布料加工厂家 这种面料我也清楚未见 这个问题就连着我了 再加上它做成的服装是收缩的 收缩这么小的 我傻了 为了寻找制作收缩衣的材料和方法 焦宝林多次南下浙江和广东 半个月或者十来天 我看到我母亲今天提前回来了 在做午饭我就知道父亲要出差了 跑到广东去 我好多朋友出上发现了 它是用一种高温让它收缩 有一种用高压让它定型 这样一来呢 你有什么心愿它有什么心愿 乍然正好发挥它的这个参数 经过反复实验 焦宝林成功研制了新皱褶 新防染等十多种新工艺 进而还开发出水溶线收缩衣 转移印花衫等新产品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我们每年这一类的衣服 在世界过去都在几百万件 这是一个大的市场 确实带动了我们这个同行业的发展 扎染属于工艺美术中 硬染工艺的范畴 它与中国画 油画等绘画艺术不同 也不同于其他硬染方法 制成的工艺品 有着独特的制作工艺 和视觉呈现效果 如何充分发挥扎染的特点 向艺术品升华 成了摆在焦宝林面前的新课题 传统的扎染工艺 制作出来的图案 形状和色彩的层次比较单一 一次去日本考察的偶然经历 让焦宝林在染色技法上 获得了灵感 一个日本的老师傅 拿着一个水服 里面装满了领料 在藏在大的面料上面在焦 这个给我有个很大的启发 这就是焦染 然后我想使它更丰富 色彩更丰富 我又加了手绘 花龙顶巾 这就可以点燃顶上去 我们也叫顶材 这样画面更生动 最高以后 这个天气就更广了 这一件扎染 摆滑图 是我2010年 最终完成的一件作品 但是我这个文洋的集中收集 成这一幅屏风的 这一件作品 是花了有20年时间 你比方说像这样一朵花 我把它叫做活风松软 是一朵活花 这个是用小毛子 这是用一末 这边是用横移 这边是用的吊染 中间让它沿染了紫色 然后再把它吊染 专门吊这一块 这一块是不让伤色 这一块基本上 精进地让它固度 从构思打样 到最后完成作品 每一个环节 焦宝林都精益求精 对作品的严苛要求 也让它精品品出 2015年12月 焦宝林历时三年 完成的扎染巨幅作品 《水浒108人物图》 荣获了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 山花奖 这件作品也是 我在四十年来 最大的一件作品 从一边到一边 最终是三米零八 表示是一百零八人人物 这件作品应该说 把这么多人物 集中在一起 从整个它的气量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 在我们中国也好 世界扎染史上 是亲属无有的 2011年 南通扎染记忆 被列入江苏省籍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4年 焦宝林被认定为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通扎染记忆 世代守望 新手相传 一个传统 见证时代文化脉络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携手江苏广电总台 教育频道 联手打造 大型非移传承类电视栏目 传承人 多方位全角度 探知江苏门类 丰富的非移项目 发掘文化传承背后的 精彩故事 进入非移人 一生的坚守 与光荣 守望文化遗产 传承 中华血脉 这个就是传统的 在渣染里面用的最多的 也是渣染里面典型的 一个技法 就是鱼子鞋 垫子鞋 焦慧荣 焦宝林的女儿 1993年 还在南京工作的焦慧荣 收到了父亲 让她回家乡 继承扎展的讯息 在传承人问题上 要找 首先 我的女儿 在前一年 我是有准备要考军校的 手工也不错 在学校里面 还有个绘画基础 我说来 记这个班 还是不错的 我当时 没有考虑再多 但就是不愿意 在焦宝林的 一再坚持下 焦慧荣 回到了海安 跟随父亲 学习渣染记忆 焦宝林开始探索 产业经营 和记忆传承 双轨驱动的模式 把在国家税务总局工作的 儿子焦建峰 也叫了回来 专门培养他 做渣染产业的市场开发 而焦慧荣 则专职 做渣染记忆的传承工作 如今 焦慧荣 已经是江苏省 工艺美术名人 难通 渣染记忆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保住工人 是第一位的 这也是 我们这个 渣染工艺 传承的一个根本途径 近十年来 焦宝林 和焦慧荣的主要工作 就是 渣染记忆的传承和创新 创办的 焦宝林 渣染艺术馆 已经接待了三万多人次参观 他们还走进校园和社区 普及渣染记忆 让渣染传承 焦发了新生 我相信 只要政府 林东 我们传承人 真正 单级 全中 又是喜欢的 我想这条路 不会继续中断 2019年8月 焦宝林 妇女 完成了文旅部 教育部 飞移传承人群 渣染记忆 与文创产品设计 培训班的教学工作 我也相信 后面的人 会把这个 渣染人去 弘扬观看 清洁也好